说到娱乐圈,真是一个鱼墨混杂的圈子,在里面即使你是清白的,但是在如今很多明星以飞温来炒作灵气,人气的娱乐圈也会变得不清不白。 就以唐烟与逻辑来说,无论是唐烟还是逻辑,即使他们都在各自的忙着各自的工作,却还是被传出了不少绯闻,而同时两人也是娱乐圈的一线明星,所以两人的恋情也是备受网友们的关注,不过自从两人公布恋情以来,已经有将近两年了,而网友们最关注的也就是两人什么时候结婚对吧? 不过,前段时间,两人被网上传感情破裂,和绯闻是闹得肺愤痒痒的,两人在娱乐圈被趁金童玉女,自从两人公开恋情后,更是被网友粉丝取名禁言恋情,同时两人的恋情也获得不少网友的赞同,无论是相貌,年龄都十分合适,是公认最具夫妻相的情侣,网友们最关注的也就是两人的婚妻的,因此,两人不断被网友催婚, 与唐嫣同为80后四大花旦的其他三位七位,杨幂,刘诗诗已经相继都完成了人生大事,这更加不得让网友我们着急啊,所以说网友们一直催婚也是在所难免,毕竟年龄也是已经不算小了,而且裸进这么一个好男人,肯定要早点报警店了, 而近期因两人拍摄的归来去开播之后,虽然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,但是两人因此也是被传起了感情不合,受阻等等绯闻,这让网友们非常担心,表示, 难道这么恩爱的一对情侣也不能走到最后吗?甚至被各大媒体送上了头版头条,时光匆匆,如今唐嫣也进入娱乐圈也已经十多年了, 而唐嫣也从一个亭亭玉腻无知的少女,变成了一个青春脱俗的邻家大姐姐,让人大开眼界,曾有粉丝在微博上, 看过她分享维持柳腰身的小秘诀,让粉丝们高兴不已,难怪唐嫣能够这么受粉丝的喜爱,不过,随后两人也相记出来, 澄清,那这件事是子虚无有的,而这场闹剧,其实和两人的热性有着很大的关系,唐嫣不喜欢讲私生活,尤其是感情, 罗进更是低调,从来不会借助什么炒作自己,所以唐嫣罗进两人分手的谣言也自然不攻自破了, 对此,网友也放下了,而近日,有媒体发布了唐嫣再一次直播中, 透露出了自己要在35岁之前结婚视频,网友们纷纷惊讶不已,这是要搞事情的, 而唐嫣是83年初始,也就是说,唐嫣会在2018年把自己嫁出去, 而不出意外的话也就是今年,而网友们纷纷送上了祝福,这不近日,唐嫣挪进两人再次合体出现, 这次两人脸色十分严肃,让人感觉有大事情要发生, 没想到是罗进唐嫣两人正式宣布婚期,预定在11月, 两人婚后正式退出娱乐圈。